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今天我们的好险有你单元 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汽车保险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呢 在加州开车呢 没有汽车保险是不能上路的 但是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问题 比方说 如果你跟朋友借车的话 到底如果万一出了车祸 保险应该是要由谁支付 那么这些问题呢 有时候会让人家产生一些疑惑 所以我们今天呢 非常开心请到了华欣保险的 汽车房屋保险顾问 Jason Wang来到节目当中 Hi Jason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Jason Hi Jason 那么我们其实常常知道说 在加州如果你没有汽车保险 上路被抓到的话 绝对是吃上官司的 又罚款了现在 对这是违法的行为 所以汽车保险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买 但是呢 要买什么样子的汽车保险呢 又是一个学问 那么其实前一阵子呢 我们在这个华人社区 还发生一件 其实蛮遗憾的事情 非常不幸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中国学生 留学生呢 他跟朋友好像是借了一台 刚买的这个法拉利 结果出了这个死亡车祸 那么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消息 但是这中间呢 事后的这个处理的问题 让人家产生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万一他这个是 因为他这个是跟朋友借的车子嘛 那现在不幸出了车祸 那么这到底 这个保险上面 是要由谁来承担 就好比说今天如果 我跟朋友借车来开 万一我出了车祸 那么到底这个赔偿问题 是谁从谁的保险来负担的呢 OK 是这样子的 其实保险公司都有所谓叫做 Permissive Use这个Drive 这个选项在这个保险单里面 这个东西算是附加在 每一个保单上面的 那意思就是说呢 假设今天 这个朋友跟我借车子 是短期的 不是长期的 甚至是譬如说有亲戚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边 住在美国这个地方 很多时候是有亲戚 会从国来来这边探亲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只要借个短期的话 保险公司这个Permissive Use Drive 它可以cover你 是免费的这样子 并不需要加额外的这个钱上去 那很好 是 但是如果这个人 是要长期住的话呢 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 所以在这个法拉利的case来说呢 如果今天是跟朋友借车子 而发生了车祸的时候 是由自己本身的这个车子的保险 去做一个cover 这样子 等于是说就像是我今天 跟朋友借车子 那发生了车祸以后 那我的朋友的这个车子保险 是为主要的这个赔偿 所以不管是谁在开 没错 这个第一顺位是这个车子本身的保险 没错 而第二顺位的话 就是驾驶者的保险 OK 所以就是说 虽然这个车子是属于我朋友的 但是因为我开产生车祸 所以是由我的保险来cover 没错 那也就间接会影响到 我将来的保费问题就对了 对不对 去看情况就对了 对 没错 然后之外的话 有些时候我们会说 那既然是因为是 跟别人借车子 那发生车祸又不好意思嘛 对不对 那所以很多人会打话来问说 那请问在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用我自己保险 就是说不要说管你什么 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 因为我把人家车撞乱 我自己心也过意不去 你讲的没错 因为已经是人家做了一个人情 借给你车子 然后你又把人家车子搞砸了 或是发生了一些意外 那你总是觉得说 已经很麻烦了 那总是这个事情 应该要由我来承担 所以本身 我有这样子的选择吗 其实是没有的 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还是一样第一顺位 绝对是车子本身 如果真的赔不够的时候呢 驾驶者 他的这个保险公司 才是第二顺位 第二顺位的部分 那是不是这样讲的话呢 我们就不介意 把车子借给人家开呢 有些时候是也有人情压力啦 譬如说今天亲戚来访 他只想借给一天的车子 那我们也知道是 租车也要几十块钱嘛 想说省麻烦 那不好意思去推拒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就是各个驾驶者 各个这个保单的承包者 都要知道是说 今天借车出去有点点风险 但是只要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你保的额度保足够 其实就OK了这样子 那有没有就是说 像你刚刚说这个短期长期 这种租借的问题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亲戚还要来 大概三个月 也不是说真的很短 但也不是真的很长 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 所谓的这种附加的一些 保单的条件 可以让我在 我的朋友或是亲戚 在开车的时候 会能够更安心一点 其实因为本身要赔的时候 就是由自己保险公司 去赔的关系 所以说这部分倒还好 不过呢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是说 那很多时候是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加进去 那其实保险公司的立场是说 只要这个人经常性的 使用你的车子 非短期的 其实三个月之间算 有点长期的这样子 那他恐怕会 适时的斟酌的这个 把这个人加进去 征收保费 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这样子 了解 所以都是跟经纪人讨论一下 会比较好一点 OK 所以呢 这个要以情况而定 另外呢 也要看交情而定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讲到自己的孩子的话 就没有这个方面的选择了 有时候你就是要让孩子们 他们可能在 刚开始要学开车的时候 你必须要让孩子开车 但是这保险上面呢也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等一下回来讨论一下 这个父母亲跟孩子之间 这个保险的问题了 好不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